男人的名字叫幸福,但他讨厌这个从小就拥有的吐气名字。 他现在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更愿意别人称呼他的笔名。 正在帮他修剪头发的是他的妻子,妻子名叫夏子,是一位发行师。 在幸福还未成名前,一直是夏子靠着发行师的工作供养着他的生活。 当他尝遍各家出版社的闭门庚幸会一冷时,也是夏子在身边鼓励他继续创作下去。 而如今,幸福功成名就,却对修妻与共的劫发妻子产生了厌恶之情。 今天,夏子约好了和闺蜜一同出游。 夏子刚刚离开后,幸福就迫不及待地把情人约到了家里。 一夜风流过后,正躺在沙发上和情人调着情的幸福, 却在电话的留声机中听到了妻子遭遇车祸身亡的消息。 警局之中,警员询问着夏子出行前的细节。 幸福对此一无所知,妻子逝世以温柔和耐心 包容着她,而她却连妻子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出门都没有留心。 在任领处,她见到了妻子留下的遗物, 一本已经被翻烂的旧书和一部手机。 面对妻子的骤然离世,幸福并没有产生多少独物私人之情。 妻子的亲友还未赶来,她就匆匆将遗体火化。 就连妻子葬礼用的遗像,也是从宣传册上随手选取的。 这是一场敷衍而隆重的葬礼。 在众多道场的媒体面前,幸福深情并茂地朗读着对王妻的悼念词。 词早华丽,却无半分真意。 但精心策划的深情,还是打动了在场之人。 一个深爱王妻的好男人形象,很快会登上各大媒体的版面。 葬礼结束,幸福如是重负,在车上轻松整理起头发。 看到这一幕的助理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 回到家后,幸福立刻搜索起自己的名字。 闪烁的电脑屏幕上映称道,近视他对自己声明的担忧。 之后,他例行公事般地去参加了为遇难者家属举办的听证会。 会上,他昏沉欲睡。 当其他人为失去亲人而感到悲伤和愤怒时, 角落里的他,楼出一脸不解的神情。 听证会结束,他照例冠冕堂皇地接受起记者的采访。 此时却有人高喊着他的名字冲进镜头之中。 哭诉着的男人名叫杨依,是和夏子一同遇纳的闺蜜的丈夫。 面对着眼前这个激动的男人,幸福倍感局促, 却又不得不在镜头前保持着虚伪的体面。 没有了妻子细心地打理,幸福的生活很快陷入到一团糟糕之中。 情人因自责而和他断了关系,离开前,他冷漠地对幸福说, 你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 同时聚会上,编辑建议幸福以妻子遇难为噱头创作小说。 酒醉的他斥责编辑这样的想法,卑鄙,没有人性。 而事实上,他之所以不愿如此,是不敢面对过往, 更不敢面对自己内心深藏的负罪感。 遭受奚落的编辑愤怒到出了心中的真实想法。 他说幸福成名后的这几年,根本就没写出过任何真诚有温度的作品, 不如就此封笔算了。 被戳到痛处的幸福和编辑扭打在了一起。 事后,他独自在湖中踩着油船,仿佛整个人生都陷入虚空之中。 他开始在深夜疯狂马自, 但却不得不面对自己已写不出任何有意义的文字的现实。 当幸福正神情带志地一行行删掉刚刚写下的文字时, 让话铃声响起,是同样失去妻子的杨依的留言, 对方用悲伤而局促的语气请求能见上一面。 他说自己身边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想和幸福聊聊离世妻子的事。 幸福眼中突然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 他觉得情感丰沛的杨依或许能帮自己找回灵感。 杨依是一名卡车司机,虽然外表粗犷,不懂表达, 但内心却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在很多个出车的深夜, 他一边吃着泡面,一边听着妻子最后的电话留言, 气不成声。 幸福怀着自己的目的和杨依见了面, 杨依的两个小孩也一同跟来, 哥哥真凭羞涩内敛,妹妹小灯活泼乖巧, 这场会面格外尴尬, 两人完全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但这并未影响杨依的热情, 正当他滔滔不绝时, 旁边的小灯因海鲜过敏昏厥了过去, 杨依抱起女儿赶往了医院, 而幸福和真凭的相处却很融洽, 回家的路上,他们聊起真凭的母亲。 而在说起自己的妻子时, 幸福眼中将显露出一丝怀念之情, 在家中,他像一位父亲一样看着真凭的习题, 但真凭却告诉他,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做习题了, 也不想再接着考初中, 幸福甚至孩子的苦衷, 长期在外工作的父亲需要他在家中打理家务。 深夜,幸福小心翼翼地为熟睡的男孩盖上被子, 开始记录这一天收集的素材。 此时,杨依抱着女儿吵嚷着归家, 幸福急忙示意她不要吵到真凭。 一开始,幸福请求杨依能让真凭继续上学, 她说孩子还没放弃, 况且刚刚失去母亲, 也需要做些什么来调整情绪, 自己可以来家中帮忙处理家务, 而杨依却有些嫉妒地问道, 你们才刚刚认识, 那孩子就和你说了这么多。 但最终, 她还是满怀感激地答应了幸福的请求。 之后的一段时间, 幸福在这个家中扮演起了类似母亲的角色, 她会乘坐早上的公交来到家中, 目送真凭出门去上补习班, 然后待在家里照顾妹妹。 买便当时, 她会反复确认食物里有没有海鲜成分, 傍晚, 她还会带着小灯一起去车站接放学的哥哥回家。 两个孩子也很快接受了幸福的存在, 他们的关系日渐亲密起来。 在与孩子们的相处中, 幸福似乎忘记了寻找写作灵感的事, 而想要真正融入这个家庭。 在小灯的协助下, 她练习了煮饭, 整理衣服, 表扫家务, 也练习了陪孩子一起看动画片时的耐心。 这些平凡日常中细微而真切的情感, 在她以往浮夸的生活里从未曾出现过。 那时, 她眼里仿佛只有生命和利益。 某天傍晚, 幸福和妹妹像往常一样去接哥哥放学, 却看到真凭在公交车上睡着了, 汽车载着哥哥一路向前, 而幸福则骑着自行车载着妹妹一边呼喊一边追赶。 汽车停下后, 被叫醒的真凭看着气喘吁吁追赶而来的幸福说, 我好累, 就像一个不堪重复的孩子在忍着泪向母亲诉说着自己的压力。 回家后, 真凭向幸福说出了自己上次分班考试被降级的事, 她因为休学了半年, 现在已经无法跟上进度, 而幸福则耐心宽慰着她。 之后, 幸福越来越习惯这样的角色, 接小灯放学, 顺便买菜, 踩着自行车载小灯回家, 一边做完饭, 一边指导真凭的功课。 她似乎已经成为了这个家里真正的家长。 然而, 在一次工作会面时, 助理说的话却像一根生锈的铁钉板, 刺入幸福用心营造的温馨生活之中。 助理直言幸福主动进入这个家庭, 不过是为了逃避罢了。 子育てって免罪符じゃないですか? 男人にとって。 4歳とこっちが去年出てきたやつ。 みんな超消心されてる気がしますもん。 自分が最低なバカでクズだってことも全部忘れて。 僕に何をさせたいわけ? 先生、 奥さん亡くなってから、 ちゃんと泣きましたか? 一度でも。 いや、分かんないんですよ、僕にも。 自分に逃げちゃいけないとも思わないですよ。 ただ、 今のままじゃ先生、 きっとずっと苦しいですよ。 助理的话点醒了幸福。 他明白, 加入杨依一家的生活, 只不过是他为自己设置的一场美梦罢了。 在这个家里, 他和两个孩子心闹玩耍, 却不必承受任何压力。 当地震来临时, 他将孩子们护于身下, 却也是在无意间 贪恋着父亲角色所带来的美好体验。 而这一切原本不属于他。 当回到自己的家里, 他所要面对的, 依然是乱糟糟的房间, 以及更加糟心的现实。 对于过去, 对于妻子, 对于充满负罪的内心, 他始终不敢直面。 但孩子们去海边玩世, 幸福说出的话里, 近是对杨依的羡慕。 对于充满负罪的内心。 幸福望向沙滩, 仿佛看到了妻子的身影。 在温和的阳光下, 他和孩子们一同在沙滩上玩耍, 脸上挂满明朗的笑容, 一切美好的像一场虚化的梦。 而这原本是幸福可以拥有的生活。 收拾行李时, 真凭告诉幸福, 在母亲的葬礼上, 他并没有哭, 不知道为什么流不出眼泪来。 面对父亲的责问, 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他心里是无比难过的, 而这只有他自己明白。 幸福扶下身对真凭说着, 我知道, 我都知道。 离开海边后, 幸福决定接下电视台拍摄车祸纪录片的案子。 准备赶往拍摄地时, 他无意间翻出了妻子留下的那部手机, 也许是天意, 手机自己开了机。 他打开草稿箱, 里面存有一封妻子准备发送给他的短信, 上面写着, 我不爱你了, 丝毫不爱你了。 这封迟来的短信, 让幸福的情绪又一次失控。 他曾经的所有座位, 妻子一直都是知道的, 而如今, 这样一则简短的信息, 成了对他最好的报复。 纪录片的拍摄, 再次变成了一场虚伪的表演, 甚至连悼念妻子时的姿势, 都需要导演现场指导。 面对设置组对妻子状况的追问, 幸福终于崩溃, 他对着摄像机大声吼叫, 但却无法获得半分消解。 拍摄无法继续, 设置组只能将镜头转向杨依一家, 而这次的拍摄却非常顺利, 一家人不需要表演什么, 他们只需尝试展现自己的生活, 就足以打动人心。 不久后, 杨依遇到了新的爱人, 一家人坐在一起给小灯过生日时, 幸福就像一个无关的局外人, 亲女友提议让自己的父母来照顾两个孩子, 幸福虽然不愿意, 但也无法说什么。 对于幸福来说, 这个家就像一个避风洞, 他躲在其中, 不愿面对现实中糟糕的自己, 但这里的生活却从未真正属于过他, 这场美梦终归会如泡沫般碎裂, 幸福还是要回归现实, 去面对属于他的当下和过往。 回到自己生活的幸福, 再次混迹于声色场中, 他想用这些来麻醉自己, 但却无济于事。 在酒吧肮脏的卫生间, 他看着真凭发来的信息, 看着手机平保上杨依依家的照片, 感觉这种真切的生活又一次离他而去, 一切重游陷入无一一的虚空之中。 而在幸福离开后, 两个孩子的生活也回到了过去, 杨依是一个神经大条的人, 他感受不到叛逆期的真凭在想些什么。 在一次争吵中, 杨依对儿子大打出手, 而真凭却倔强地说, 你打我顶多会痛, 改变不了任何事, 我永远不想变成像你这样的人。 说完, 物资离开, 留下沉默的杨依。 之后, 在一次长途运输中, 杨依遭遇车祸, 焦急的真凭给幸福打来了电话, 幸福一路飞奔着赶去, 他骑着自行车把小灯送往了杨依女友家中, 然后和真凭匆匆去往了事故地。 在列车上, 真凭将幸福道出了自己心中 长久积压着的想法。 他说自己曾想过, 为何死去的是妈妈, 也许换成爸爸会好些。 而幸福告诉真凭说, 好吗? 真准 真准 生死了以色々思うよ, 皆 但是呢 自分を大事に思ってくれる人を 簡単に出放しちゃいけない 身比较 与 貶着 与 そうしないと 我みたいになる 我みたいに 爱していいはずの人は誰もいない人生になる 簡単に離れるわけないと思ってた 離れるときは一瞬だ そうでしょ だから ちゃんと大事に握ってて 君らは 絶対 二人在事故地见到了刚刚出院的杨姨 幸福鼓励孩子走向自己的父亲 远远看着父子大成和解 然后将真平送上父亲的货车 挥手道着再见 汽车渐行渐远 她也要回头去面对自己的生活了 在独自回程的列车上 幸福拿出笔记 强忍着眼泪 写下了这个故事的结局 回去后 幸福去了妻子工作过的理发店 让妻子曾经的好友帮忙剪去了长发 而这么多年 她的头发 一直都是妻子在帮她修剪 在新书发布会上 孩子们在台上 稚嫩地说着贺词 人群中 幸福和杨姨相视而笑 舞会上 人们开心地跳着舞 小灯找到角落里的幸福 给了她一份礼物 一张很久以前的照片 上面有两个孩子 有杨姨 还有他们各自的妻子 照片中的每个人 都笑得很灿烂 而此刻幸福的眼中 却已沉满了泪水 回到家后 幸福找出了妻子常用的剪刀 将她好好放在了箱底 这把再普通不过的剪刀 也许才是妻子留下的 最值得她珍藏的东西吧 我是腾九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转发